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财科案站 我是小V 今天是11月29号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币圈的新消息 昨天晚上28号接近凌晨的时间 加密货币借贷平台BlockFi正式宣布 在美国已经申请了第11章破产保护 成为首个受到FTX爆雷直接影响 而破产的公司 BlockFi同时也会解雇掉大部分的员工 而这一次平台受影响的用户 大约超过10万多人 BlockFi现在剩余的资产和负债的数目 大约是在1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 而在他们剩下的资产当中 只有2亿多美元是现金资产 BlockFi对全平台的用户 现在已经是发出了公告信 告知大家他们已经申请了破产 并且说会尽一切的努力去保护用户们的资产和权益 其实早在11月11号的时候 这一个平台就已经停止了所有用户提取资金 其实当时就已经发出了可能会破产的一个信号 但是时间上我们再往前回顾 其实早在7月份的时候 BlockFi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现金流的枯竭 但是当时他们是从FTX那里获得了4亿美元的信贷承诺 以及最高2.4亿美元收购BlockFi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权 但是这一个收购并没有完成 而FTX在11月份就已经发生了爆雷的事件 当然相关对BlockFi所承诺的信贷资金 也就突然发生了变化 所以导致BlockFi最终还是不得不走上了破产的这一条路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则消息 根据TradingView的数据 这个狗狗币DOGE日前是单日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超过了21% 是从0.089美元附近开始一路上升到了0.108美元左右 虽然现在随着比特币的下跌 这个狗狗币也是稍微有一些回调 但是截至截稿前 币价也已经升回了0.102美元左右 自从上个星期二以来 这个狗狗币的最大涨幅已经超过了50% 虽然这个上涨的原因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网上有这个区块链媒体Gogstan Media的创始人 叫做David Gogstan 他就发推文说 他就猜测说以太坊的共同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可能会跟这个Twitter的新老板 Elon Musk一起联手去升级狗狗币 那Elon可能有意将之前原本只是一个玩笑的狗狗币 真的要将它变成一个严肃的事情 那其实一直以来 社群一直都相信收购了Twitter的Elon Musk 未来会支持狗狗币支付的相关功能 而且Elon在14号的Twitter Space的活动当中 也被问到加密货币的未来 那当时Elon就表示 他自己可以预见BTC ETH和Doge是拥有未来的 但是日前公布的这个Twitter 2.0的规划当中 这个支付功能的介绍页面仍然是空白的 那不知道日后会不会真的跟这个Vitalik一起联手 将狗狗币赋予一些实用的功能呢 我们还是一起再看一看吧 好那今天新闻部分就分享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之内币价的变化 BTC是上升了1.8% 现价暴16268.67美元 ETH是上升了2.3% 现价暴1185.99美元 前20大加密货币当中的上升最多的是DOGE 上升了8.9% 现价暴0.104202美元 前20大中的今年基本没有下跌的 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或者分享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